包生市道中,最多品種就是花膠 而這十幾年升的最多都是它 最貴的花膠可以幾百萬 所以市面有很多假花膠 我都交不少學費了 這款是原植的爐宇膠筒 不要誤會是蜘蛛膠 價錢差很遠 爐宇膠和黃花膠通常都是花膠和開片 價錢比較大眾化 幾百元至幾千元一斤 越大隻就越貴 花膠增發後就變白和變大了 而市面比較大眾化還有綫土 做這個粟米魚肚筋的沙爆魚肚 還有這幾年才有的 雪乳膠幾百元一斤 最划算了 爐宇膠可以很大隻 去到根幾兩斤蟲都有 通常就像這隻這樣開片 或者是用花膠筒形 這款通常都是非洲淡水爐宇 一斤一隻左右 現在都差不多一萬元一隻 鹼花膠 就隔一些通透金黃色的 全隻角不會有補過的痕跡 最好就不會有血糞 比較厚 基本上就可以了 儲存花膠 用乾爽地方放就行 有些人就喜歡放在八角一起 拒重用 靈同貴的花膠我就不會加 這款就是巴西的窄膠 比起花膠筒貴的 但就比蜜魚膠便宜 大約三千多至一萬元 一千斤 扎膠是南美那邊的大黃花魚製造出來的 吃起來比花膠筒更好吃 花膠筒其實就是魚的魚泡 用來控制魚的浮沉 曬乾之後就叫做花膠 或者叫做魚肚 圖片裏面幾款的花膠 是現時最貴的品種 分別是金錢蜜 白花膠 緬甸的房膠 和蜘蛛膠 而金錢蜜魚膠 是瓶藝的石手魚所拿出來 現時在香港不可以公開買賣 也是現時最貴的花膠 白花膠有分野生和養殖 養殖的反應是比較黑一點 形狀不同 價錢都便宜很多 30頭大約八千至一萬元左右 這隻印尼野生白花膠 花靈線的靠叉紋 和中間人字紋都比較清晰 20頭都要三四萬一斤左右 這隻舊水印尼野生白花膠 紋路更加清晰 舊水就會比較金黃色些 這隻一兩蟲一隻 估計都四千元一隻以上 僅此於之前所說的最貴的寵物 就是赤嘴蜜魚膠 赤嘴蜜魚膠是比較多種類 很多地方都有出產的 肉蓉價值都很高 比較多人吃的貴膠就是他們 暫光赤嘴在香港比較少見的 暫光赤嘴在香港比較少見的 通常在大陸會見多些 蜜魚膠的厚度可以一致 蜜魚膠的厚度可以一致 蜜魚膠通常是兩邊薄中間厚 或者中間厚兩邊薄 看看如何開花膠 通常現在見到新的暫光赤嘴 都是養殖多些 這兩隻都是十幾年前在中國買的 大耳赤嘴主要產自是印尼 澳洲那邊都有些 兩隻耳朵就是特徵 法令線就是這個折位 這隻大耳赤嘴蜜魚膠的紋爐 比較清晰 人質紋比較漂亮 而這款大耳赤嘴是開片色 都是常見的一款色 以前大耳赤嘴在香港比較少見 但這幾年在香港都沒見到 港肚通常都是指紅雞赤嘴 而台山、紅雞和素水都比較相似 所以買回來三種都有機會是港肚 三款中台山就最好 接著就是紅雞 接著就是素水 紅雞和素水最相似 素水的頭就寬一點,尾部就短一點 而紅雞的樣子不一定是長條型的 有些都是做到闊面的 紅雞的紋路比較幼細些 所以密度都會高些 吃下去的質感都會比較幼細些 通常高級餐廳就將港肚做這個花膠扒 花膠扒在香港會少見一點 價錢是便宜過工一倍以上 吃療功效上基本和工是沒有分別 口感方面比較軟一點 還有比較快溶的感覺 吃下去的口感就不及工那麼爽滑 所以最好就用來煲湯或者用來燉 現在港肚一兩以上一隻 都要差不多一萬多元 所以有些不法商人 將豆胡膠用來改樣 做到好像港肚那樣 豆胡膠有條尾和夠厚 紋路就比較粗一點 雜眼看起來的顏色和感覺都很相似 豆胡膠洗頭到 都是買到三千至四千元一斤 香港會少見一點豆胡膠 大陸會見到不同款的豆胡膠多很多 所以要記住港肚工的特性 有兩條法令線 有條尾巴仔 中間厚兩邊薄 石頭在尾巴仔蜜月來說 是最貴最少的了 蜜月就比較幼細的 形狀呢 還有一個鎚仔頭給你拿著 基本上的造型和最貴的金錢蜜魚膠 是一樣的造法 只是金錢蜜 多了兩條鬍子 在市場上都不多見的 一隻四兩以上的石頭 起碼都要幾萬元一隻 現在的人通常拿來收藏多 蜜魚膠 蜜魚膠有其特別的弱性 加上明星的效應 越買越貴了 蜜魚膠和蜜魚膠的分別 就是蜜魚膠沒有一條中間的筋 蜜魚膠有這條筋 蜜魚膠最有趣的頭有幾條鬍子 蜜魚膠也不會太大隻 有分一至二兩重已經很大隻了 價錢都說起幾萬元一隻 花膠還有很多種款式 而主要記住 普通的花膠有味硬 補膠質的功能 幾百至幾千元一斤左右 如果要有食療上的功效 通常就買這個白花膠 或者蜜魚膠 吃下去的口感都好吃很多 價錢都差一大小 花膠按下什麼魚就做什麼形狀 只有一些極小的筆法商 做一些貴的形狀來騙人 所以買花膠的時候 如果對花膠始終都不太認識 建議去雙熟的店鋪買比較穩陣 但有時候買花膠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買的什麼花膠 所以認識客都是好的 3號 5號 1號 2號